把这个香菜拌进去 然后再吃着这味儿还棒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紫盐鸡丁 来 用心做好菜 师父健康来 香菜不可缺少的 切成小碎段 一公分长的小碎段 把这个香菜在这盘里铺开 在盘子里头是薄薄一层 要想吃这个菜 看紫盐那个味道非常舒服 里面少不了的圆葱和香菜 才能把这个紫盐的味儿 烘脱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圆葱 圆葱什么样样色的圆葱都可以 对圆葱没有要求 但试圆葱就可以 没有不可以 芝麻是十五克 紫盐十五克辣椒面十五克啊 拌一下 现在把火点着啊 放三克油就可以 来 芝麻炭一下 烧热 拌一下 再少加一点油 一点一点往里移压 不然容易糊 好了 就这样 现在呢 我们开始切这个鸡油丁啊 丁呢 就这一点五公分大小的丁就可以啊 一点五公分的可是不小了啊 吃的比较赶口了 肉呢 是一斤肉啊 给的多 香菜呢 给的是一两 圆葱呢 是二两 鸡蛋一个 鸡蛋呢 是主要上浆用的 好了 现在把它放到碗里 全蛋一个 适量的酱油 五香粉 十三香都可以啊 放在一克 盐 一次性给它加齐 放点 鸡 用手刷吧 这个最好滑油 要是不滑油呢 咱们用这个 不粘锅 平底锅炒它 效果是最佳的 再加上淀粉 淀粉加上啊 这泡好的这样的淀粉 放上三十五至四十克 放上三十五至四十克 这上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啊 多抓上一分钟 效果才加 这个肉啊 稍微稍微有点 稀 稍微加上点 土豆粉 啊 生粉 都对 好了 现在呢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 大勺里 加上油 就这些油就可以了啊 把这些鸡丁 给它煎熟 往勺里撒 一层一层的撒 往圈圈撒啊 撒满 就不用再 往里放了啊 这样就可以 干这活不要着急 啊 分两锅走 看看啊 煎透 熟透 还不要煎了啊 吃的呢 要滑 嫩 干净香 哎 这就好了 放开这 放到 盘里再用 接下来 我们还是 盘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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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 第二锅的 捞出来 放到盘子里 然后呢 把这个 多一个油啊 放到小碗里 这个油呢 用来炒菜 或者拌菜 都是最好的油啊 很多朋友 一直一说就 炸完 那鱼油 咋办呢 怎么处理呀 处理啥呀 直接拌菜 就给他用了 味老好啊 特别炸鱼的 那个味道啊 咱这个 炸鸡的 也可以啊 现在呢 把这个 原葱 煮出料 下锅 再煎 让你煎 啊 煎 燃葱 燃热一变 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辣椒 把辣椒油 水盐粉 辣椒啊 我再说一下 辣椒 你想 买的时候 告诉我 我不吃辣的啊 还要吃辣椒 那种味儿 微微有一点辣的那种 叫甜椒面 非常好 这叫甜椒面啊 有这朋友说 你放这么些辣椒 都很辣啊 你放辣的 你当年一说 要辣 哎 他也有 给上大火 拿一块 羊口 略微 小一点 再加上个 白糖 倒来点香油 好了 盛火 给上大火 给上大火 哎 这就做好了 哎 这盐味儿也上来了 满屋的香味 这就可以了 把火关掉 边吃边拌 往中间 一炖一段 馒头 中日罐 就可以啊 哎呀妈 开餐了 啊 开餐这样啊 往上拌一拌 把这个香菜拌进去 然后再吃的这味儿啊 还棒了啊 少不了的香菜啊 香菜怎么吃啊 怎么往里拌呢 这回你就看到了 还得要就热吧 哎 然后朋友妈看 来这么一勺子 替朋友妈尝尝 啊 这个切条啊 最好啊 但咱网友点了说 给我做个紫盐鸡丁吧 烧烤汤的味道 咸鲜辣 微甜 突出的紫盐味儿 辣椒通过这个油炸 然后再在锅里煸炒 那么半分钟 使用那个辣椒呢 带有不香味儿 和这个紫盐的味儿 结合到一块儿啊 这非常合格的一种 制作方法 然后呢 咱用这个原葱 和这个香菜 把这个紫盐味儿 再烘托一下 马虹那个香味儿 可漂亮啊 好了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